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根据江苏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省政府近日正式批准了 南京 无锡 徐州等10个市的 山体资源特殊保护区划定方案 江苏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 专门针对山体资源划定保护区的省份 全省共划定山体资源特殊保护区517个 面积占全省山体资源总面积的64.34% 省政府要求对已在山体资源特殊保护区内 开山采石 露天采矿 工程取土 设置固体飞机物堆放场的单位和个人